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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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不愧是我成哥呀 童谣 童谣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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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巧 你怎么来上海了 是来看我打比赛的吗 看你 我刚才看见你了 所以就想到 你肯定会来上厕所 就在这儿等你 你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就想问问你 最近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你还在怪我 我当时真的不是不给你打电话 我们集训的时候 手机都收上去 同一放教练那边的 童谣 我真的没怪你 我只想心平气和地告诉你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这些 不是 杨阳 你别 打住 你别这么叫我 听着怪别扭 你还有事吗 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童谣 不是 你一个女孩子 你来这儿不是看我打比赛 你能来干什么呀 虽然也用不着跟你解释 但是我还是告诉你 我来这里 是因为ZGDX找我打职业 别搞笑了好吧 你一个女的怎么跟我们打职业 简阳 你怎么还这么二 女的怎么就不能打职业了 你自己刚刚那番烂眼睛的操作 还不嫌丢人 还有脸在这里说我 是 万年竹 杨神居然选择了本命世神万年竹 为什么杨神在反本劣势的情况下 还是选择了自己的本命世神万年竹啊 是 因为万年竹这个世神 确实对操作和开团时机要求 非常的精准 如果你前妻不打出优势的话 后期还想去歇对方的C位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CGDX这把前期不建立优势的话 后期很难打的 上 上 上 别直接往前推 半他 半他 往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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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跟上 跟上 对面打野开向路麒麟了 一会儿明神老毛小心一点 好 得令 我去蹲一步 你们找机会 明神刚刚那步是受伤的原因吗 老K 杨神他不在自家野区 你要小心啊 好 青彩要来了吗 哎 笑了麒麟被抢了 来了 拿到了麒麟的杨神 更胜一球 漂亮 拿起了一血 杨神干掉了老K 老K稳住 我们拖时间先发育 来看一下此时杨神的动向 好 露了些视野 明神往左靠 简阳在右边错峰 杨神怕是要搞事情 小花上去供应明神 好 好 来 小心 用为政叛开大了 走 谢 收到 诶 不对啊 成队怎么来中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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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不愧是我陈哥呀 太瘦了 在一边的情况下 可以躲到80%的镜头 不是陈哥来中路你们说呀 你记号了 我看小胖在线上了 我以为陈哥回家了